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我怎么样才能管你呢 那 谭司令 我们日本商会在中国 是代表所有日本商人的利益 我想请您给评评理 但说无妨 我们的杨沙又好又便宜 市场销路很好 这确实影响了一些土沙场的经历 但是穆家却不肯改良自己的技术 恶意与我们竞争 煽动 拱人闹市 饶乱市场的价格 穆家这次做得确实过了 我想从青岛 运杨沙到上海来售卖 算起成本 要比自己建沙场还划算 但是这上海 毕竟是谭司令的地盘 你的意思是 只要我让你们把货运到上海 我就有钱赚对了 谭司令果然是聪明人 一点就多 好 这有钱不赚是傻子 你尽管运的 你运得越多 我就赚得越多 以后你就是我的财神爷了 谭司令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不告诉我 嗯 我是知道啊 用山下会长的话说 我还是大股东呢 听说这杨沙修路特别好 我能大转一遍 你从来都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 你又在搞什么名堂 我这是为了帮你啊 正所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是 你要相信我 我这可是身在曹营 心在汗 那以后关系到我沐家的事情 你能不能和我商量一下 你不会说我气了吧 小长官 今天我们的会长特意加派了人手 这一传的货很快就撞完了 就不麻烦你们了 来 先生 你 你们这是做什么 谁允许你们在码头卸货的 有通行证吗 通行证 没有啊 那不好意思了 把所有的货全部扣下 拉回司令部 等一下 等一下 小兄弟 我们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 这从码头到仓库 还说通行证的 那你今天就见识见识吧 小兄弟 你这不能说扣就扣 这可是谭司令亲口允许的 那你去找谭司令啊 谁答应你呢 你找谁啊 你跟我说不着 走 山下先生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请坐 请坐 谭司令 我刚刚运到码头的一串棉纱 被你的手下给扣了 说是从码头到仓库要办通行证 我之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用这个说法 山下先生 实在不好意思 这个我之前没跟您说 现在办也来得及的 怎么个办法 简单 这个一车一正 一正五千大洋 谭司令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 谭司令 我看啊 你并不是真心想与我们合作 而是想趁机讹诈 原来谭司令表面上与我们合作 实际上和沐家是一头的 山下先生 谁给我钱我跟谁一头 你只要每车给我五千大洋 我立马跟你一头 你就不怕 我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吗 去吧 反正他们也不管我 我也没办法呀 山下先生 慢走啊 徐德军 十年前若不是我们出手相助 恐怕你也没有那么容易 战胜罗都军一举上位 当年的事情 我 徐伯军一直十分感激 世人都以为我今日今时的地位 是靠沐家的财力支持 但我心里清楚 山下先生当年鼎力相助 才是关键 留着谭轩林 不以杨虎为患 这我心里有数 山下先生请放心 好 既然徐德军心中有数 那我就先告辞了 没错 我确实为革命军做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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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场罢我登场 踩着黎民百姓的鲜血尸骨 爬到高位 然后等着 被下一场的血雨腥风再掀翻 那你这个谭都君 和许都君 罗都君 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 六叔你说得对 但是我又能怎么样呢 我为了我的兄弟们 争一个好前程 我有错吗 我还是没明白 您到底要什么 我只想为天下人争一个好世道 现在革命军在前线浴血奋战 为的不是自己 是为了把百姓 从军阀混战的轮回州拯救出来 玄林娜 为众人拾心者 不可使其暴毙于风雪 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见我啊 我是要去工部局 去买点西药 买西药 你明明知道我爸爸就是卖西药的 为什么不找我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没有啊 没有 没有 那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药 阿斯匹林 和奎宁 这两种药都是管制药品 而且是前线作战部队常用的 你要给谁买啊 一个朋友 南边的朋友 嗯 他虽然在北南边做事 但他曾有恩于我 我必须报他的 有恩必须要报 这个药我来帮你买 好 好了 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 我就先走了 别啊 这么快就走了 我还没报够呢 我们刚才不是才报过吗 你现在又不在司令部上班 我都见不到你 你也不管我 那我怎么样才算管你呢 那 我两个人 我都聚 mü 你就是这样了吗 谢谢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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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